新闻出生先来关心葛季七的消息 葛季市政府团队已算 年三四年的基盘教育研究论文竞赛 提供葛季七告诉进行研究 改革教育刑定的问题 接下美伦和事务促进教育专业法典 今年世线国秀林晓慧老师 以国秀高年级祖孙上官研究 派对平心得有的奖行 并且派对教育处一万块的奖金 以及身杂几分两分 依旧过来 葛季市教育处他就出前 教育专业法典 鼓励教育进行专生教育研究论文 并透过教育研究论文竞赛 发表新各平台 公开心悉以及分享研究论文 内容心得 大家结合事务与理论 改革教育现状问题 精进教育专业 竞赛成果发表 也看出今年度有这么多的一个作品 经由四位教授的一个查核之后 我们也特别安排所谓的成果发表 把特优老师还有优等老师的作品 那这边跟我们其他的一个伙伴来分享 那今年度的一个特优 我们给予一万块的奖金激励 那也给予这个积分上 将来在考主任校长 那积分审查上给予两分 那对于优等的部份 我们也给予五千年的一个奖金激励 近日第四年 教育研究论文 建制成果非常豐富 在今年教育研究论文 邮政务局三国中 各方的老师的运动概念 对大科学生体制力的影响 北显国中老师将输入的 各种类似和科学 插度设计以及教材目标的研究 立特优作品 正是设计国秀 林消育老师的国秀 高年级学党 顺别会开行为 跟对老人台独的相关研究 以后委屈和有美好 祖孙会也发生 在国立法社会的现代社会 家庭祖孙会等待二三十年 三月以下 教育祖父母教育的家庭 高达三十八百分比 台湾现在大祖孙会非常密切 特地研究 正是教育成功 高年级和周生关系的研究 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国小高年级学童 对老人的态度 对生理及心理上 其实还是存有非常高的 一个刻板印象 但是他们对老人的一个 社会的贡献是相当肯定的 所以我希望说 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 来助于未来我规划社会 还有语文方面的课程 有关规划老化的一个课程 能够提供相当的一个经验的参考 嘉岐市教育图 感谢嘉岐市教育 在公议时间导致研究 继续教育教育论文研究 将近教育专业发展 提升到一般大学教育相同 谢谢新闻 插平东 嘉岐市 在台湾部